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那今天的话等于是第八次上课 那其实我们这课程其实还蛮短的 总共九次上课 那主要是希望说 透过ChargeP AI的部分 可以把以前很难的事情 相对的让它变简单 所以我觉得你这一期课程 至少要学会利用ChargeP 帮你产生公式这件事情 那当然很多人可能不熟悉 不过没关系 你可能要慢慢养成一种习惯 我发现你这个习惯建立之后 那就变简单了 可是如果你没有建立这个习惯 可能你上完课应该就又归零了 我是觉得使用习惯就很重要 如果你建立之后你就变很简单 像以前没有Google的时代 但是现在Google大家都很习惯 随时Google一下 刚开始Google推出来之后 其实很多人还不习惯 但是像我的习惯 反而有心说 这好东西我一定第一个用 像YouTube有没有 才刚上我就马上用了 所以我用YouTube已经算最资深的 我是2006年就开始使用YouTube了 OK ChargeP也是一样 刚出来我觉得这东西好东西 不过到底好不好 其实用了才知道 你自己没有用过 你怎么知道它好坏 你如果用过之后你批评它 你说它不好 大家会信 可是如果假设你都用都没用过 你就说它很不好 或者是你就说它很好 那这没有说服力 所以我是觉得我自己用的结果 我是觉得它是不错的 可以用 OK 但是它其实不是说完全没有缺点 它其实还蛮多缺点的 第一个它对于中文字的辨识 中文的部分 我们好像现在上个礼拜以后好像不太OK 我跟他讲说你帮我取出中文 他怎么样得到的结果就错了 OK 所以后来我就不是了 因为我觉得它对于 所以我把它当成 你就简单 它就是外国人 它机器人 它是外国机器人 为什么 因为设计是从美国设计的 OpenAI在美国 所以美国人他们在设计的时候 根本不会知道说 除了英语系国家以外的需求 所以它设计的时候 其实比较不会考虑到这个问题 所以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全形半形还记得吧 它全形也不行 它其实好像也不知道 我是觉得甚至它可以说 它不知道什么叫全形这个东西 你说老师为什么要有全形半形的 这个东西产生 其实我跟你讲 这个很有历史的 可能如果你要知道这件事情 至少你要DOS环境下 DOS的话大概就 哇很自身的 DOS它30年前 所以很多人可能会不会还没出生 那因为DOS产生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没有中文 所以DOS一打开都是英文 那那个什么中文怎么上去的 就是另外外卦 所以那时候很多家就有外卦 那外卦的话 可是问题中文它没办法显示怎么办 很简单 它想了一个方法 就是英文跟数字都一个by字 那中文就把它变两个by字 两个by字它有空间放就对了 所以用两个by字来代表一个中文字 OK 那问题来了 那就变成说有中文又有英文 那中文是两个by字英文是一个by字数字也一个by字 然后之后又遇到什么问题 哦乱码 为什么乱码呢 你中文两个by字然后后面如果再加一个英文 再加一个中文那就变单数 单数的话呢 那就变乱码了 所以很多时候以前的年代常常看 为什么我出来结果全部一堆乱码 因为你那个数量不对 那后来怎么办呢 好啦一律都变两个by字 那两个by字就是把全就是by字全部变成全形 所以你会看到哦 它整篇文章有没有 全部都变成两个by字 全部都变中文跟全形 那不会有by字 这样的好处呢 就是不会有乱码 可是问题你说我们这年代会有这种问题吗 没有啊 老师显示都很正常啊 所以现在就不会有用全形的问题 所以以后你遇到全形的话 你干脆不要管它了 全部把它改半形就好了 那我上礼拜讲过 如果要把全形改半形的话 在eSale里面 会用到哪个函数还记得吧 对 ASC 有没有 你用ASC转一下 你就不要问XGPT 因为他一定不太懂 因为他没有那么支撑 因为他可能连痘是什么 他都搞不太清楚吧 所以我好像有问他说 全形半形的问题 他也搞不太懂 OK 所以你干脆呢 就不要为难他 这个是他的缺点 另外还有哪一些问题 我后来发现 上个礼拜做的那个 这个答案有没有 它有产生一个 用Testroning的函数 后来呢 我在别的地方上课 发现一个问题 奇怪了 那边居然跟我讲说 找不到这个函数 结果一执行 他会出现Name的错误 Name的话指的是 他找不到这个函数 那意思就是说 他这个Testroning 只能用在 最新的eSale版本上面 最新的 OK 所以如果你换一个 那怎么办 后来干脆呢 就换个方式 把那个 我们上个礼拜 那个Testroning 干脆直接转 转成VBA算了 因为VBA 比较不会有相容性问题 那么上个礼拜 这边我们是101 这边 然后我们不是 请那个 这个礼拜 他帮我 有没有 请帮我钻写 eSale公式 然后将这个东西 我是预先 已经把它转办形了 所以你不要再讲 什么全新办形 这个跳过都OK 取出所有英文 他就给我 这一串的公式 那我们现在的电脑上 是OK的 但是 如果你用你自己家里电脑 如果假设你家里电脑 eSale不是最新版的话 那他会出现错误 OK 这个不是奇怪的事情 OK 那怎么办 我们其实很简单 直接把这个公式 跟他讲说 请帮我将eSale公式 转换成VBA的 VBA 那你可以转成VBA的方选程式 就OK了 所以我后来想一个简单的方法 上礼拜这一个 那你就直接把它转成制定函数 其实就可以解决了 你就不用说 老师我是不是应该买最新的版本 你会这个事情买 而且如果你在上班的时候 公司说老师 不是老板 这个我没办法执行 这个 Charlie P跟我讲用这个 可是我们公司的也是有 他没有支援 老板你可以买最新的版本 好不好 老板会理你 我想老板应该不会 你想办法 你不要用这个函数就好了 对不对 OK 他应该会这样回答你 如果老板 好好好 那马上可以换最新的 可能吗 那这老板可以 这老板你可以 这公司是可以的 理论上应该是没有这么好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 要把这个转换的话 其实可以再把它转成VBA方选 所以我们接着来看 待会请各位把上个礼拜的重点再复习一下 然后并且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开启103这个范例题 那这个范例题其实有点类似 差别只是说 我如果今天不是要取出来 我是要算那个什么 数字的个数跟非数字 当然这个额外的 非数字个数 当然就把总数相减就可以了 那或者是说可以衍生 除了这里面有几个数字 告诉我一下 然后另外的话 还可以把那个数字的部分 把它取出来 然后再来就是英文的个数 跟英文的 这些字都帮我取出来 那应该怎么做 那当然你说 那算取出来我会 取出来上个礼拜有讲过 取出来的话就是 其实把这个公式拿来用就可以了 这个公式 然后把这里面全部改成什么 改成0123456789 那可是如果今天我要知道说 里面有几个数字 几个数字 几个 这个把它删掉了 那你总不能用眼睛看 这个0个 对 Excel 没有这个三个 这个没有 那不对啊 如果这一万笔资料的话 你要做多久 你眼睛看 看到最后眼睛都累了吧 你最后可能还算错了 对 人会算错 但电脑不会算错 所以想试试看好了 理论上算几个这个问题 后面其实延伸啦 甚至是中文也可以啦 把这个部分呢 再复习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开103这一题 那待会呢 我们就针对呢 上个礼拜的这个练习 有点像延伸哦 那顺便解决一个问题 说 如果 那个 TestChun也不能用的话 那怎么办 因为它是最新的版本 那另外好像上礼拜那一题 我们做完之后 我是有丢一些问题给大家 我有发现反应其实 还蛮不错的 就有同学 针对上个礼拜的那一题 有给蛮多答案的 回去会试 那得到答案也会跟我分享 那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试试看